记者吴婉婷综合报道,生命中的美好却和女星雪林伍德利和我就要你好好的英伦型男山姆克莱弗林共同主演的灾难爱情电影《我愿意》,描述一对情侣在航行中遇上飓风,于海上漂流41天的真实故事。 为揣摩男女主角的极端处境,雪林伍德利和山姆克莱弗林不仅接受数月扎实的帆船训练,更与剧组一同挑战每日12小时,为期六周在海上的实景拍摄。 谈起拍摄过程雪林哭笑说,我们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化妆,坐二小时的快艇到一望无际的海中央拍摄,一带就是12小时。 海天一色的美景虽然令人感动,却也有边拍边呕吐的时候。 但看到拍出来的成果,一切都值得。 我愿意由冰岛知名导演巴塔萨克马库指导,凭圣母风声明大造的他,擅长用镜头实景捕捉大自然的浩瀚壮阔,私底下更是航海好手。 这次导演带助剧组仪师斐济拍摄,除了剧中出现一百指的海浪靠CG后日呈现之外, 其余80%的海洋场景都在真实地开放海域,驾船扛住摄影机在烈日和浪花中完成,为的就是让观众体验身临其境的感受。 山姆克莱弗林赞叹,导演要求我和雪林学习杨帆,掌舵,在镜头前动手去做而不是靠演戏假装,让我们感受大海十足的威力。 而导演对大自然的热情和冲进也让我决心放手一搏,接受挑战。 我愿意描述甜蜜的未婚夫妻塔米,雪林伍德利氏,和理查,山姆克莱弗林氏, 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前,决定一起乘坐游艇出海探险, 不乐在大平洋上却遭逢史上最大的飓风,理查因此受到重伤, 塔米只能鼓起勇气对抗飓风,拯救自己和世上最爱的人。 该片8月24日上映,雪林伍德利在我愿意中鼓起勇气对抗飓风。 Catch Play提供 Catch Play提供